大孔徑水管不停注入700公噸的池子 海水淡化首先得透过800公尺长的管线 从南辽渔港港口 把海水直接抽取到我后方的海水池存放 那我要去拆啊 厂商取水随时检测 针对它的悬浮物体 对 就是一些杂质 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每个厂商每个小时 都会来做一个采样的动作 看起来不起眼的货柜 却是抽上来的海水重要的第一关 杀绿 24小时运作初步过滤掉铁蒙和细菌 紧接着来到第二道 就是利用我手上看起来像是大型袖套的带绿 过滤掉连眼睛都看不见的维系杂质 手上的这桶纯水直接可以饮用 就是透过第三道也就是最后最重要的一道 利用RO逆渗透过滤掉所有的盐分和重要的矿物质 所以最后我们会把它透过一个矿化槽的方式 那矿化槽里面有一些卖饭食等等的材料 那会把这些矿物质再给这个清水里面 然后就送到自来水厂 供大家使用 因应水情告急 三家厂商同步赶工 砸下六亿多 花了66天完成国内第25座海水淡化厂 那如果说以后在别的地方 好比说台中台南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那这些货柜式的移动机组呢 就可以激动的把它调到台中来 或者台南呢 来供当地来使用 日以继夜抢救新竹焊象 预计运作到五月底会再是情况调整 大家新闻 孝志杰 徐英豪 新竹报道 好